2月25号的凌晨 东莞市大朗镇 在发热门诊主动就诊人员核酸检测当中 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市镇两级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组织开展流调溯源 隔离管控和核酸检测等工作 截至2月25号的14时 在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排查中 又发现了10例阳性个案 均在大朗镇内 均诊断为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轻型 以转运至定点收治医院隔离治疗 我们再来看黑龙江 昨天黑龙江基东县在集中隔离管控的 密切接触者筛查中 发现一例初筛阳性的感染者 基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合为阳性 经试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已经转运至定点医院进行医疗救治和隔离医学观察 目前这名感染者2月10号到24号的行动轨迹已经公布 进一步的流调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对流调中发现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 已经按照相关规定闭环管控 好